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应该都很喜欢讨论人类、地球或整个宇宙毁灭的各种相关话题吧 所以今天我们精心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关于宇宙终结的假说 在遥远的数十亿年之后,地球会化成微小的尘埃吗? 那么除了地球之外,存在于宇宙中的其他天体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这里是TopChamp频道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会仔细介绍这一切 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超新星之谜 当大爆炸理论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的时候 没有人怀疑宇宙其实正在慢慢地膨胀 一般都认为,根据初步的理论和物理定律,宇宙的膨胀应该会减慢才对 因为照理说,大爆炸的最初动力会随着时间的经过而逐渐缓慢 好几十年以来,这种观点一直都很流行 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科学家们终于有了一些颠覆传统观点的新发现 为了要更清楚解释这个现象的本质,我们必须要先来谈谈科学家们是用什么方法确定和遥远星系的距离 以及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在宇宙膨胀的情况之下,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是多少的 先来谈谈红移这种现象吧 发出光芒的天体,如果距离地球越远的话,它的光谱就会像红色那一侧移动 这被称为哈勃定律,简单来说就是星系的距离越遥远,看起来就会更红一点 然而,为了能准确测量到遥远星系的距离,需要一些东西来做比较 因此,为了计算出距离,科学家们利用了那些已知正确亮度的天体 在天文学里面,这些天体被称为标准光源 通过选择几颗原始亮度几乎恒定的超新星,再利用减少的光度 这样一来就可以计算出和天体之间的距离了 当然,为了达到目的,还必须观测遥远星系中的超新星才行 1990年代的后半,科学家们注意到遥远星系中的一颗超新星 它们已经确定了这颗超新星的距离,而这个天体比计算出来的亮度还要暗 这个事情代表着银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比当初计算的结果还要更远 换句话说,宇宙不仅仅是在膨胀,而是在加快速度的膨胀当中 当时这个发现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所以需要其他的事实来佐证 接下来,科学家通过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大爆炸的痕迹 以及其他几种现象找到了相关的证据 就这样,在知道有某种力量正在加速宇宙膨胀的状况之下 人类进入了新的21世纪 换句话说,过去的模型是显示宇宙膨胀的速度正在逐渐减缓 但真正的情况正好相反,实际上是加速当中的 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科学家对这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头绪 因此,我们将这个原因推为暗物质,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也就是暗能量 根据之后的研究结果让我们了解到,暗能量在宇宙空间里面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它不与正常物质或暗物质相互作用,而且还具有反重力效应 也就是说,不是吸引,而是排斥 此外,我们还发现,暗能量占了宇宙成分的大部分 大概是整个宇宙的四分之三左右 这与暗能量无处不在的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普通物质一样,暗物质也会聚集在一起,形成结构 那个结构里面延伸着浩瀚的虚无空间 在恒星之间,甚至是星系之间,都有着数光年的宇宙空间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刚刚提到过的,暗能量无处不在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以下问题 如果宇宙正在膨胀当中,而且对其贡献很大的暗能量 还充斥着所有地方 那么为什么只有距离最遥远的星系正在远离地球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我们人类居住的银河系是由许多星系通过重力连接而成的巨大结构的一部分 这个结构被称为本星系群 像星系团,纤维状结构和长城这种较大的结构是通过重力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暗能量的力量还没有强到可以克服重力 这就是为什么仙女座星系正在靠近银河系 而不是远离银河系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遥远的星系与银河系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随着宇宙膨胀的现象 遥远的星系会逐渐地远离银河系 到目前为止,以超星系团的规模来看 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 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 暗能量大约在50亿年前就开始加速宇宙的膨胀了 这个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长 正如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膨胀的速度就一直在持续地加快 这一点绝对不能忘记 随着时间的经过,由于宇宙的膨胀 遥远的星系开始从我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 它远离我们的速度如果越快的话 星系就会变得更红一点 在某个时刻,它的相对速度会超过光速 然后在那一个瞬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星系将会穿过世界世界 星系发出的光芒无法到达我们这里 即使是使用任何宇宙飞船也没有办法到达 之后更近的星系开始消失 到了最后,我们所能观察和研究的对象 只剩下我们自己的超星系团了 它是被宇宙潮流冲刷到不同方向的众多船只之一 我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恒星的光芒最终会消失殆尽 新的恒星将不再产生 超星系团的深秋将会到来 除了热记之外,什么都没有 大崩坏 如果刚刚介绍的内容让你感到很沮丧的话 接下来请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是另一个更糟糕的情况 我们在上一个章节中看到的 都只限于暗能量的作用 不超过引力的状况 也就是说它是停止在一定的极限处 但如果没有极限的话 宇宙的膨胀速度越来越快 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场面 也就是所谓的大撕裂 在这种情况之下 暗能量开始克服重力和所有的结合力量 当大撕裂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敲响的警钟会是 我们的超星系团之外的所有可观测宇宙 都消失在世界世界之外 就和前面所提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与之前情况不同的是 宇宙的崩毁并没有就此停止 如果重力的连结变得越弱 暗能量就越容易赢得这场比赛 因此星系团和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全体 会首先崩坏 星系会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状态 最终在世间世界之外 从彼此的视野中消失 在这之后 一股暗能量的力量开始将银河本身 撕得四分五裂 虽然这个过程发生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大约需要花上十亿年 但却是无法避免的命运 随着时间的过去 暗能量会一点一点的拉伸信息 因此遥远的恒星开始远离我们 接下来离我们较近的恒星也逐渐地远去 最终星系完全地崩毁 只遗留下孤立的恒星系统 那些系统中的行星夜空将会是空无一物 只有卫星和其他行星才会发出光芒 孤立恒星系统的时代还将持续六千万年 在这段期间 暗能量将开始对恒星系统产生影响 就像它带给星系的影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会先一点一点地拉伸 并吞噬掉远处的天体 之后再将魔爪伸向最近的天体 最后恒星系统将被彻底地摧毁 唯一还能继续抵抗宇宙膨胀破坏力的 就将是天体和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了 然而扩张速度将进一步地加快 行星的寿命只剩下三个月了 暗能量将行星撕毁 首先会将其分解成尘埃 接下来再分解成四分五裂的分子和原子 最后通牒事先让分子彻底崩坏 接下来就轮到单个的原子了 这样一来 将分子和原子结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 随着重力而消失了 当最后的原子崩坏的时候 大撕裂时代就开始了 组成宇宙的会是永远不能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 这是因为基本粒子继续以超过光速的相对速度被拉开 而这个曾经有恒星 行星和星系的地方里 这样的混乱粒子运动 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结束 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 生命是不可能会存在的 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是不是有点害怕呢 请先深呼吸一下 首先 即使发生这样的大灾难 那也是超过220亿年之后的事情了 不仅是我们 连地球和太阳都没有办法活那么久 另外 对于暗能量的一切 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说不定暗能量也会有耗尽的一天 这样一来就会停止加速宇宙的膨胀 所以说 现在害怕也太早了一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个赞 也别忘记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 给你的亲朋好友 先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下来 我们也要着手准备下一支影片了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